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員 Hello 大家好 我剛才在你媽媽家的頭順 天水圍 我突然想起 為什麼農對農業的興趣 整個天水圍都是種 都是種東西的 對面就是很多機圍 銀行 很傳統的新界的香膠 但整個天水圍都是種東西 種樓 整個天水圍種滿一棟棟 好像一棵棵樹一樣 但是石市森林的一棟棟 我看到那個反差太強 當然是 我剛才在濕地公園出來 本來不知道 原來九六七在正門口 問人 我應該怎樣去金鐘 我發現原來門口已經有車 一路坐到這裏 下車過馬路就來到這裏 然後我就在想 其實我是應該乘巴士 還是乘巴士 輕鐵轉西鐵 然後再轉地鐵 首先當然是乘港鐵 乘港鐵一定比乘巴士 但是要轉車 又未必有位置坐 我猜如果 阿龍如果要出金鐘 我想你多數都是回答 九六七就多個回答西鐵 然後我在想 其實天水圍 正如你剛才說 亦都是一個 即是新市鎮 即是在當年 九十年代初 九十年代中 就是香港 差不多最下一代 所謂叫做新市鎮 那最後可能是東涌 或者是張溫澳 那你其實搞到去 所謂的 新市鎮去到最後期的時候 有一點搞不下去 原因是 譬如你東涌可以講得 有解到話 你旁邊有個新機場 所以你有一個 配套的新市鎮 那但是為什麼你要搞 譬如天水圍這樣 即是這麼遠 接著要搭 二十幾元車 才出來市區 究竟新市鎮的功能 是要來做什麼的呢 其實要 要起這些新市鎮來做什麼的呢 剛才阿龍其實都說了 其實香港人是不是就是 即是需要那四蒙牆 即是其實 無論天水圍也好 張溫澳也好 我們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睡房 或一個 甚至是一個叫睡覺城市 因為你除了在那裡睡覺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 即是你對著一堆石市森林 唯一就是我剛才想到 就可能 你可以在這個 濕地公園做導賞員都可以 不過 原來他們都找很多義工的 即是你不是找成的 你都是在那裡 可能做義工多些 這樣 當然附近就很多 農田啊 魚塘啊 等等 即是是不是 其實是有很多的 一些社區經濟 或者很多的發展機會 其實大家 沒有什麼留意到呢 其實我想 在座今天 有些朋友都是做 天所謂的社區經濟 但很明顯 這個就不是政府 在規劃的新市鎮 包括可能 在隔壁的航水橋 他會想這件事 即是說 其實新市鎮 究竟是要來做什麼的 除了佛教之外 於是我就想到 剛才當然也有不同的講者 Eric也有講過 錦田南 錦上路 我現在住錦上路那頭 接著又是有一個所謂的 規劃檢討 現在一定不會叫做新市鎮 連新市鎮都不會叫做規劃檢討 即是好像在頭上畫幾 遮斷了一點點 那些界 就已經好像做了 甚至就 即是不需要諮詢的 只是過了這個 北鄉鄉市委員會 就當做了事了 接著我剛才又在想 那為什麼又要搞這個錦田南的 我也覺得要叫做新市鎮 因為不是 明不正言不信 上個月公佈的時候 突然間就說 原來那裏可以住9萬人 但是其實那裏大家 雖然那些數字 可能比較即時 比較難去理解 其實那裏百多公頃 百多公頃可能 用維園最好 即是說的是 六個維園這麼大 原來已經可以住到9萬人 因為他開頭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是說住4、5萬人 突然間上個月就爆了一聲 爆出來說住9萬人 然後可以再去想 其實你百多公頃怎麼去住9萬人 大概有一半那裏是公屋的 公屋的 其實這些數字是很明顯的 即是你想規劃的規劃標準的網頁 很清楚看到的 譬如說啟德 啟德現在有兩條村 剛好喜好 如果你搭巴士經過彩虹 你一定會見到 啟程邨、德朗邨 那裏剛剛好就是住了 已經4、5萬人 即是同帝時的錦田南 可能就是建兩條這樣的村 那就已經夠住了 萬人了 那你猜要多少地呢 啟程、德朗 兩條村 整個這個 啟德是320公頃 即16個圍園這麼大的 你猜那兩條村 需要不需要用一個圍園來建呢 是不需要的 答案呢 其實那兩條村加起來 只需要不足9公頃 即8、9公頃已經可以住到4、5萬人了 接著我就會想那個問題 就是錦田南 為什麼要百多公頃 來到去 絕9萬人已經多了一倍了 其實呢 對規劃署來講也好 對港鐵來講也好 就是錦尚路 旁邊有一個叫八香車廠的 那裏當然就是上蓋物業 上蓋物業 就已經有40公頃了 不是計整個錦田南 整個錦田南 都已經講了百多公頃 那裏40公頃 如果你全部要來建公屋或者居屋 我不要太貪心 不要全部公屋 政府要補貼 那你居屋 至少可以收回一定的賣樓的收益 40公頃其實可能已經可以住到十幾萬人 只是上蓋物業 只是上蓋物業 那但是你想一下 港鐵的上蓋物業 會不會要來 會不會要來建公屋居屋 起碼去到今時今日為止 即是 阿波波就經常會在這裏吹水 即是說 喂 港鐵你的樓又賣不出 這些地盤又投標 又沒有人投標 不如你拿回來建公屋 即是說而已 即是不知道多少年才會發生 但我如果當真的時候 其實整個八香或者錦尚路的上蓋 可能已經說住十幾萬人了 十幾萬人是有什麼概念呢 大家知不知道 整個新界東北有多少人 即是在未來的規劃的紳士陣裏面 正正就是十幾萬人 所以剛才我已經說了 即錦尚路那裏 百多公頃已經可以住九萬人的時候 那整個古洞也是沒有九萬人 但是古洞北 古洞北 說的是二百多公頃 為何會這樣呢 這條數為何可以差這麼遠呢 你二百多公頃也是住不夠九萬人 然後我那頭 那上路 百多公頃也是住九萬人 然後去到 譬如啟德 八、九公頃 即是說整個古洞北的幾多分子 可能五個百分子 這麼呆呆的土地 五個百分子的土地 已經可以住四、五萬人 然後問題是 為何整個新界東北要這麼大呢 為何搞這麼大呢 要二百多公頃呢 古洞北 然後品領北 又在說二百公頃 加上四百多公頃 都是住十幾萬人 那個故事就是 其實 即這個規劃是任你說的 任你說就是 我要多少地才可以來住 多少人 是吧 正如剛才阿龍說 如果我們純粹要 四棟牆要來睡覺的 像天水圍說 將軍澳那樣 錦田南現在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就是他正是要來 建樓給人住的 他完全不提那些人在哪裡上班 當然你可以說 我想九鐵當然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在錦像佬站旁邊 全部那九萬人會住在錦像佬站旁邊 假設你當然是搭西鐵上班 你一定不需要在錦田或者百鄉找工作 這樣去搞一個新市場出來 但很明顯這個就不是 新界東北的個案 新界東北為何要這麼多地呢 其實政府就要去想理由 你除了解決一個住屋問題 或者是樓上的朋友說 這個叫香港人的新市鎮之外 你要解釋的 為何你除了建屋 你可能用四五十公頃 已經可以夠住十幾萬人的時候 那你為何還要另外四百公頃 用來做甚麼呢 就很難怪大家會在這兩三年出了很多陰謀論 即地區劃 一些中港融合 中港融化 以至到在古動站旁邊 你就會看到一些特殊公頁用地 但甚麼叫特殊公頁 可以告訴我 我到今時今日都覺得這個 幾特殊幾工業 跟著它在創造多少就業機會呢 它是否給到 即未來 那裏有十幾萬人住 它就在那裏會找到工呢 這些東西是全部都不清楚的 即是收地 或者告訴你 我將來有一個叫做這樣的 新界東北的新發展區 除了17萬人之外 其實我還剩下三百幾四百公頃 是不知要來做甚麼的 是總之我就會有用 政府就會說 總之有些理由我就要收這些地 總之有些理由呢 將來就會是對香港的經濟發展 對香港的產業 對香港的創造就業 就一定是很必須的 所以要開發這麼多土地 即是剛才幾位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但經常講來講去都講不清楚 為甚麼這些地其實要來做甚麼呢 因為要收這麼多地呢 除了解決這個房屋問題之外 永遠都是在那裏 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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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呢 就可能最近幾年的流行的說法就是 我們先開了 我們十年後 因為開完已經十年後了 即是真的建屋 那我們到時就自然會知道怎樣用 即是土地儲備 這個叫做土地儲備 即是說 我們多開一些地呢 是沒有借底的 到時呢 就一定會有用的 那當然你信不信 為甚麼我要相信你十年後 這些地有用呢 尤其是昨天前 看報紙的時候 香港最近這一年半載的樓價 已經跌了兩成 那究竟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開發這麼多土地呢 我們正在滿足一個甚麼的需要呢 於是我剛才答巴士出來 就想一個故事 即是我講了那麼長 很簡單講一個故事就是 我猜到 譬如我住在沙田的 我小時候還在搭柴油火車 即是綠色的那些 即是在報物館現在看到那些火車 開始慢慢就會有電氣發電路 當時我相信也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即是你開沙田新市鎮 然後大埔 上水 那些時候 當時是確實香港可能是 人口急升 香港是需要有工業 即是當時工廠還沒搬走 那你見到 從沙田打向北 都有很多工廠推 當時還有 那我就會覺得 即是可能鐵路 真的會配合到新市鎮 發展 但當我剛才在天水圍出來 我就開始想這個問題 即是說 在天水圍出來 是不是要坐火車的呢 為什麼不可以坐巴士 其實鐵路或者港鐵公司 當我們這幾天每天都會見到他的新聞的時候 他說這塊是什麼來的 這塊東西 即是MTR 是香港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即是好像很親切 其實但這塊是什麼來的 他在做什麼呢 例如高鐵那些 在幾百米地底挖 其實他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下面其實在混著 不知道什麼的 即是不說了 即是很多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條隧道其實在混著什麼來的 是吧 那條鐵路其實是要來做什麼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不知道的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 我剛才想了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就是 譬如養豬 即是說 我們去發展新市鎮 譬如沙田那些 那時候 那你就可能要養頭豬 來生豬仔 即經濟發展 當時工業化 那你就要去創造一些經濟效益的東西 那於是 你就要有配套 譬如我要種菜 那可能養豬 當然要去豬睡 那就做肥料 那就會呢 是令到我農場 就可以 一個比較完整的 就是比較均衡發展的 一個這樣的 規劃 但去到天水圍 或者將軍澳的時候 我已經越來越想不明白了 是吧 即是除了 如果在食物牆 來睡覺之外 我還養著豬 來做什麼 即是我要生豬仔 或者我這些豬睡 來做什麼 在那裏已經是沒有產業 我們在那裏不種菜了 現在 那些豬睡 要來做什麼 只會拿去堆填區 其實我想說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一個 叫做界外效應 通常那些經濟學家也很喜歡說 你基建 是吧 鐵路 或者很多這些 政府帶動的一些新的規劃 或者投資 其實是會產生一個 所謂正面的界外效應 即是說 你可以帶到整個區 都會發展到很蓬勃 即是 你的鐵路在那裏 就會有新的市鎮出現 會有很多的產業出現 會令到整個經濟 就會有新的 帶動的火車頭 等等 但問題就不是這條鐵路 我剛才在說的 如果我在天水圍搭火車出來 要30元 但是還在說虧本 其實你起這條鐵路 你賣票是一路賺不回來的 高鐵也有這樣的問題 現在那個人流量 客流量 是否足以去蓋回那600億 你要賣多少千萬張票 你才蓋到那個 即不是600億 是吧 sorry 我已經過了時間 600億當然是起不到那條高鐵 起碼過千億也起不到那條高鐵 你賣多少張票 你才起到呢 即是意思就是 你要給多少東西 那隻豬吃 它才吃得飽呢 你現在不斷在餵那隻豬 你期望牠生豬仔 或者牠的豬糞可以幫你去種菜 但問題是你現在已經不種菜了 那你還在養那隻豬 不斷在生豬仔 在撲屎 餵什麼呢 我其實想說就是 一個所謂正面界的效應 即是說 其實那些豬糞 或者生出來的豬仔 是有價值的 即是說牠真的會令到那個區域發展起來 阿華哥還在哪裏 阿華哥還在哪裏 譬如呢 阿華哥經常會介紹我們去古洞 那個 其實已經有個房子站在那裏 雖然 現在你搭去羅馬州 你不知道原來那裏已經建好房子站 然後阿華哥就會說 其實呢 你偷偷地 不知道以後可能找一次 是吧 挖個洞 你可不可以鑽下去 看看原來古洞站是怎樣 有什麼樣子 下面已經 可能大個金鐘站都不定了 已經建好了 什麼意思呢 其實 其實我自己剛才想到一個 那個故事就是 其實港鐵現在是一隻豬籃 不斷在吃緊我們香港社會的資源 包括 可能要一千億去建那條的高鐵等等 包括 將來的古洞站 是吧 以至到很多新的鐵路的計劃 但是問題 你建了這些鐵路之後 其實是 對香港人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除了建一些 四棟牆來給大家住 就是好像 suppose我們是一路買不起房子 或者不夠公屋的時候 一定要建很多房子的時候 除了這件事 其實是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那些 就是我 我正正 最終想說的就是那些豬粉 那些豬粉是給了誰來的 你看到古洞站附近 其實就是正正 也不只是古洞站 就是所有香港的 一些鐵路的 完善的 一些主要的 地段 無論是以後 可能叫洪水橋站 我現在那裡 錦上路站 附近 都會見到很多農地的 剛才 Helrod和阿龍都會說 其實附近有很多農地 那些農地是屬於誰的呢 當然大家的答案 一定是農民 幾十年在種菜 種菜 種菜 耕田 當然為什麼不是屬於農民 但是其實 就 在政府 或者在我們現在香港的 所謂這個制度之下 原來那些地 尤其在火洞站附近那些地 是一早已經是屬於一些地產商的了 即它不是在那裡種菜 它是 想著二十年後是種樓 不是種菜 它已經一早已經圈在地 然後呢 原來他們是未卜仙之地 是會知道 譬如九州路那裡 隔壁就正正就是 政府會在二十年後 就會規劃成為一個 低密度的豪宅區 那它就在那裡養 即好像我們養著一隻豬 那隻豬就會不斷在那裡 撲市 原來呢 隔壁那塊田 即真是會 種菜的那些人呢 它不是種菜 原來是種樓的 原來的 然後呢 我們就不斷是 通過一個這樣養豬 生豬仔 撲市的過程 就是在攻擊隔壁那塊田 隔壁那塊田 不是我們香港市民 在新市鎮以後的居民 他們實際上需要這樣的養豬 而是我們養著港鐵 這個東西 它又不一定是它自己賺 當然它上岸貿易也會賺到盆滿盆滿 實際上是一個 用經濟學來說是一個界外效應 即是說 它是益了隔壁 那一站隔壁附近那些地 接著那些地 是會很輕易地 通過保地價 通過收地 通過現在這樣去趕走一些農物 接著呢 就會是講幾十倍的利潤 然後呢 原來這些這樣的利潤 是來自我們原本那隻母豬 那隻母豬 是我們每個納稅人在養著那隻母豬 那這條素 那當然是怎麼計的呢 為什麼會是 為何會這麼著數呢 為何旁邊那塊田是可以種樓 然後又不用自己去養豬 又不用自己去製造肥料呢 那我就真的想極了不通 即是說整個香港的 無論是以往的新市鎮 以至到一個所謂鐵路帶動的 這種這樣的發展的模式 好像是很成功的 因為呢 我們是通過物業去帶動 令到我們那些 好像那些火車飛會便宜些 這樣 接著整個區又會 蓬佩起來 但實際上 原來去到最終 真是 在整件事裏面 真是得益的呢 就是原來在旁邊那些 已經斷了一地的地產水 除此之外呢 我就真的想不到 為何 大家是否真的 只需要那些四套場 而是 其他那些東西 為何我們要搞這麼多 大農房 為何要搞這麼多 新市鎮區 到處開這麼多呢 除了養豬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原因 這樣就這樣了